欢迎收看本节目 快船大名单上已经有17人 空位是贝弗利 陆威 鲍曼 得分后位是乔治 肯纳德 曼恩 斯克拉布 小前锋 科怀 莱昂纳德 巴吞 科飞 大前锋 马库斯 莫里斯 帕特森 卡本盖来 中锋 祖巴斯 伊巴卡 诺阿 奥图鲁 不过据说快船为了牵下巴 图姆会抬掉不保障性合同的中锋诺阿 快船一直都想补强空位 因为贝弗利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空位 他是一个专注于防守的小个子 陆威也不是传统空位 虽然身高1.85米 可他是已得分建成的后场 快船上赛季 止步西步半决赛 跟没有组织后卫 有巨大的关联 所以很多媒体都建议快船 在休赛期想尽一切办法 补强一号位 11月29日晚 美国媒体NBA分析网 建议布鲁克林篮网 交易司攀赛丁威迪 他们认为交易走 丁威迪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丁威迪与欧文都需要高度集中的球权 两人上赛季搭档并不融洽 欧文受伤期间 丁威迪打一号位的效果明显更好 上赛季是丁威迪帮助篮网冲入季后赛 而NBA分析网建议的下家之一就有 洛杉矶快船 NBA分析网建议快船用 路易斯威廉姆斯加 帕特里克贝弗利加 2022年老英次轮迁交易换回 斯潘赛丁威迪托里恩普林斯 如此一来快船就得到了他们 朝思暮想的控球货位 而南网则得到一个板凳齐德分手 与一个后场防守盼奖 这笔交易模拟也的确能成功 路威合同金额为800万 贝弗利合同金额为1330万 丁威迪合同为1140万 普林斯合同金额为1220万 两队可以配平心晶达成交易 这笔交易后快船 可以直接让丁威迪打先发控位 小卡与乔治迎来一个场 均可以拿下20加6助攻的出色控球后卫 快船的软肋将烟消云散 对于蓝网来说 路威在第二阵容里主打二号位 他可以更多时间去搭档杜兰特 在第二阵容 贝弗利也打替补 因为他跟路威搭档的时间足够长 这两人不左 杜欧会更佳 美美这笔交易 建议真的还算不错 文言小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